人家昨天整的阳光挺好啊 行啊 哎呀 这黄瓜都在老水上了 来给你一个 这头黄瓜好吃 再不吃没的 嗯 下下 这会多腌点 行 他妈愿意吃 嗯 他妈愿意现在啊 啊愿意现在 这样可好吃 有面也洗啥 你撒点红筋线哈 好吃 现在瘦了 哎呀 哎呀 这还有辣椒 这也不香啊 哎呀 这还带叶呢 大家好 我是慧城 自己家圆子这辣椒啊 哎呀 长太好了 红筒的 昨天吃烧烤的时候 剩了一盘猪肺子 今天咱搁点芹菜 还有这 啊 红辣椒啊 给它干煸一下的 哎呀 那小味得嗷嗷的香啊 今天我们给家人好好解解馋啊 补一补 我妈都整一盆了 一会儿放点盐 嗯 嗯 炒出味道点啊 嗯 这要不吃都坏了 嗯 行 这剩这些黄瓜呢 一会儿我快切 嗯 这个 你咱老爷吃的一炉鸭 对吗 一会儿搁丝头 给它一压 嗯 你咱不能吃 小辣椒尾巴先给它去掉 切滚刀块 咱一把琴这梗子 嗯 再准备一点小料啊 葱姜蒜 花椒 嘎辣椒 热锅点火啊 再开一看 油热 把葱姜蒜下锅爆香 花椒 干辣椒 芹菜 等到这个芹菜炒到拌成不熟的时候啊 你这巴了碰边的 来一勺油辣椒 炒香 这时候香料的味儿已经处备了啊 把猪肺子放进去 赶紧关火 一手勺的盐 调个味儿 白糖提鲜 撒上一点胡椒粉 一小勺的生抽 红辣椒也搞进去啊 开大火翻炒 把香料的味儿跟猪肺子炒匀啊 炒个半分钟左右啊 就已经好了 再撒上一点点白芝麻 翻拌均匀 出锅 这干边猪肺子就做好了啊 嘎嘎好吃 我整个肺管吧 爷 哎 好 我看这块挺好 哎呀 谢谢啊 啥都有啊 这个里头 好吗 嗯 太硬了 好玩太硬了 太碗了 骨头那是 好啊 咬着脆骨头吧 好啊 咬骨头 咬骨头 好 下饭呢 这咋还有骨头呢 这啥肺的 铁肺啊 哈哈 那是那个 脆碗 骨头肺的骨头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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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吧 挺好吃 这酥肺的你也吃行 软化 吃下饭了 像这样大劲的 哎 哈哈 哈哈 大劲里咋子没有那筋 软化 这小盆盖整完了得劲 嗯 备方的这个 主要是阳光瓦 这个有方天 也不呼呼显 这个是这个 消停了 这大塑料骨的呼呼 这个是呀 还有点不习惯的 这口子竖定了 嗯 看了不习惯的 看了不习惯的 嗯 看了不习惯的 嗯 看了不习惯的 嗯 不习惯了 干边肺的好适 各式都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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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美了 哈哈哈 这去汗了这个 咱家圆的辣椒配辣 嗯 咱家辣椒长得好 嗯 嗯 等过来把那叶都腌一下 嗯 辣椒叶腌一下 嗯 嗯 嗯 哎 嗯 哈哈哈 下下巴 嗯 嗯 好 这个是鱼肉了 哈哈哈 我才没吃到饭 今天说我为了点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今天这肉也没收拾 嗯 挺好 阿姨 好 嗯 好嘛 靠点 自己家圆的辣椒啊 嗯 和这个猪肺的一炒 嗯 嗯 香草辣味哈 嗯 嗯 鲜点论单 相当的下饭 好 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了 再见 拜拜 感谢支持 拜拜 拜拜